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 那今天這個行情呢 你看看是不是跟我昨天所講的一模一樣 你看我昨天的測標 我昨天我測標我跟各位說什麼 我想你看得很清楚 我昨天我測標打說明天這個盤如果再跌 一定要站在買方 明天找盤是這個階段最恐慌的時刻 要殺融資嘛 所以你在對照下今天這個盤勢 是不是完全按照我的規劃在走 我告訴大家 這邊 昨天就跟你講了 早上一定會很恐慌 但恐慌過後呢 我講你站在買方 尾盤你看看 指數拉了多少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來各位你看 我直接給你看這個這個這個標題 來你自己看 有沒有 我說明天再跌 勇敢的站在買方 沒有錯吧 所以今天這樣子走 我跟各位講 這是反攻的剛剛開始而已 就我在股市操作的經驗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這個盤不可能每天跌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國際上的大的一個利空事件嗎 你說金融海嘯 那就沒話講 因為金融海嘯一跌可能要跌好幾個月 但這個不是嘛 這個只是純粹 科技股漲太多的一個技術面的回檔 那在技術面回檔過程裡面 難免你買的股票 可能會套個兩成 會套個三成都有 但是呢 這一波回檔完之後呢 他們再攻 那可能會漲個五成 會漲個一倍回來 所以呢 在這一次的中繼回調過程裡面 我講我看法沒有改變 對不對 這邊你平凡動作沒有用 你就是要等到確定落底之後 再進行動作 而這個盤 就如同我跟我很多 這個 客戶講 我說這個盤大家不要急 上個禮拜我就講了 預計應該是禮拜三左右會開始反攻 很多人問說老師為什麼不是禮拜一 為什麼不是禮拜二 對不對 我講了嘛 因為融資還沒殺乾淨 所以你看到融資維持率哦 融資維持率 理論上來講到155% 大盤跌次告一個段落 所以昨天你看融資維持率 大概多少 160%左右 所以再加上今天早盤 這樣子的一個恐慌 再把那5%清一清 那是不是靠近 所謂的這個 155%了 那這個殺掉之後呢 會有新的資金進來 所以今天融資維持率呢 你到最後看他搞不好 還在160%左右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的變化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今天這個地方的殺 我覺得是有效的已經讓籌碼沉澱了 所以大家不要過度恐慌 而且就我這幾天的觀察 美國科技股 你說啊 這幾天一直不漲不漲不漲 但是你要記得哦 很多美國科技股 跌到這裡也不跌了 對不對 你看一下揮答 台積電ADR 有沒有跌很深啊 所以他們只要只跌 先只跌 先不求漲 先不跌就好了 先不跌 過個幾天都不跌了 那接下來呢 方向就要改變了 就像我們 大船在轉向的時候 他不可能一下子馬上轉過來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港口 看過那種輪船在轉彎的時候 你看那個大船在港口轉彎的時候 他一定是動作很緩慢的 對不對 所以 整個美國科技股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你看他馬上轉向 我講了 他不一定會V 但是你看他 稍微L之後呢 再上來 他搞不好可以來一個U型 對不對 所以先求不跌 那 今天晚上呢 這個微軟財報公告 我個人預估 我個人預估 應該不會太差 但是市場買不買單 如果是在這裡 數據再好市場都不買單 但是現在已經跌下來了 跌到這裡稍微有一點好消息 市場就會特別放大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在美國雲端四大服務商裡面 你關注的不是他財報賺多少 或怎麼樣這樣子而已 你更應該關注的是什麼 他的資本支出有沒有繼續增加 因為我們台灣 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比較關心的是他的資本支出有沒有增加 他資本支出增加 台積電就有訂單 台積電有訂單 那很多台灣廠商就會吃香喝辣 所以台積電跌到這裡 我一直跟各位講 季線這個地方 這個缺口附近不要亂殺 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覺得哇 這個1080沒賺到 這趕快把它賣賣 我講跌到這裡會有支撐嗎 你看一下我節目我講了多久 你會發現這一波跌 大部分就跌到哪裡 跌在這邊嗎 就這個缺口附近 925到940區間 那你看一下最近來講的話 這邊ADR好弱好弱 但台積電就鎖在這裡 所以說這裡是有效支撐嗎 我不是今天馬後幫跟你講 跌下來跟你講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告訴大家了 這個缺口很重要 而且會有很強力的支撐 對不對 台積電只要不跌 我告訴大家這個盤 也跌不到哪裡去啦 那這一波從24000多點 一路跌下來對不對 最近跌了多少 跌了快3000點了 機會來了 反彈三分之一就好 那是1000點 1000點是很多股票可以做的 啊那你說啊只反彈1000點而已嗎 我跟我說 我的我這個人比較保守一點 我對於行情的規劃是且看且走 所以先彈1000點後面再看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判斷 後面黃仁勳會不會來台灣 啊這個機器人 大展裡面會展出什麼東西 會不會有新的這個應用 那對於大盤來講的話 大家買不買單嘛 對不對 但至少這一波跌那麼深的情況 談個1000點 我講的不為過 這1000點裡面呢 會有讓很多股票 短線上他可能就有3到5成空間 對不對 那我講就是要好好把握嘛 所以既然這個時間點已經 已經慢慢的被我們掌握到的話 那接下來各位 我講的可以安心一點 不要太太緊張了 很多股票接下來都會談 你看今天其實大盤 這個稍微漲個50幾點的情況之下 很多股票都已經拉起來了 所以這段期間我想你看我節目也很清楚 我不會跟其他人一樣 這個 買了股票跌了 然後都不顧 對不對 都不講 那 很多 家族成員情何以堪 我講了我的節目終止 我至少讓各位你跟著我做 你比較安心 對不對 我講我不是一個亂硬拗的人 但是 有的時候我會堅持 真的行情不太對 就說那種大的風 系統性風險 我們該停損還是要停損的 但現在我講 我一直在跟各位講 其實現在就不是嘛 現在只是說漲太多 很多的這個股價怪力過高 他要稍微找一個理由 讓他回檔一下 那這次剛好遇到川普先開箱 對不對 跟你講說台積要保護費 台積保護費之後呢 美國科技股又開始回檔 又遇到這個 所以我們看起來好像跌的比較重一點 但是你說這個事情 他會造成整個 AI發展結構性改變 並沒有啊 你昨天有沒有看到祖克博跟 黃仁勳 兩個在公開場合這邊座談 他又展出很多新的東西 這是大家今天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 對不對 包括什麼3D的 還有機器人視覺系統的 他昨天在會談裡面長出很多 但是因為大家現在不感興趣嘛 因為現在股票就是一直跌 你已經跌到沒有信心了 甚至很多人退出股 想要退出股市 今天還有一個 我的好朋友也是分析師 他傳給我說 那個 有個會員講 他的會員講說 他想要退出股市不玩 然後我說 然後我就跟他講 通常有這種 現象出現的時候 應該就跌的差不多了 果然呢 尾盤就拉起來了 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 不要那麼輕易就放棄 這一次的AI 它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四次工業革命 可能很多人還搞不清楚是什麼狀況 你去回想一下 這個 英國發明蒸汽機之後 全球經濟的GDP是怎麼走 它是呈現緊噴 這些資料呢 我都會在這一次的演講會裡面 跟大家做個 詳細的說明 這個圖我都印出來 好不好 這一次演講會裡面很重要 希望大家好好好的跟上 這個裡面的演講會內容 我會提到 第四次工業革命 對全球的經濟到底會有什麼影響 我跟各位講 你先前你怎麼想的 股市在漲的時候 你覺得哇這個 AI是全球經濟 緊噴的良方 但股票一跌 你就覺得這個AI要泡沫 其實AI都還在發展當中 它沒有改變 懂我意思嗎 股票市場 股價漲多本來就會跌 但是跌完之後呢 整個產業趨勢還是向上的情況之下 它總有一天會再指穩 然後再走高 然後再創高 你看台積電 它不就走這樣的模式嗎 那現在只是怎麼樣 現在是漲太多 稍微做回檔修正而已 對不對 你說未來1080會是最高點嗎 你問問看未哲家 有沒有 人家開法說都是老神在在 那個笑臉喔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財神爺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人家還是看得很好 只是短線股價漲多 會經過修正嗎 這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你要賺錢 就是一直局限上說 我馬上買完就要賺賺錢賺錢 我跟你講 這種短線的想法 你賺不了什麼大錢 對不對 很多人賺到大錢 不是那個價差 幾塊錢的一個獲利 是一個很大的波段 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做台積電 你要看遠一點 股票不會每天漲的 一定會有比較 大幅度回檔的時候 而這個回答你要檢視嗎 就是說如果他基本面 他未來產業性是沒有改變的 那拉回何必要害怕呢 那反而拉回是一個新的機會嗎 那你會說最近台積電股東人數增加很多 各位你要知道 現在是有零股交易 你知道嗎 零股交易 那個買一股的 也算是台積電股東的 所以他會讓整個股東人數 會突然之間膨脹很多 所以你現在用股東人數來判斷 這個股票的籌碼亂不亂 我覺得 以現階段 零股交易 盤中就可以失心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有點失去準度的參考指標 因為一股兩股的 你說他去影響 盤中這個交易的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 並不是很大了 因為這一張就是1000股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人數 我覺得 不用過度的去做一個 另類的解讀 你要想的是 未來這產業趨勢面會不會向上 所以這一段期間 我對台積電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台積電我想 我從五六百塊就幫各位一路追蹤上來 我說要買台積電 我免費分析給你聽 你有不用加入我的會員 對不對 我就免費分析給你聽 那你說你很多人買在1000塊 或950 960 970 980 套住了怎麼辦 會解套 只要AI 還在發展 台積電 1000塊 一定還會再來一次 為什麼 因為全球 你要發展機器人 你要發展AI伺服器 九成都要靠台積電 台積電 真的是黃文勳所講的 他是AI的心臟 懂我意思嗎 所以沒有那麼差 紅海呢 我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叫做185 185到190區間 我跟各位講不容易被跌破 差不多就是測到這個區間 你看這測到188.5 就下不來了 你現在時間越往後推 對他來講越有利 你一等到他GP200的 營收真的灌進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一個機會是1億台幣 關一個產品就1億台幣 那你覺得他出個 4000櫃的話呢 對不對 回答據說出1萬櫃吧 幾乎大概四成以上都紅海吧 對不對 那1億乘以4000 你看光GPS這個機櫃 當然一個機櫃就要恭喜他營收多少 所以紅海我講了 我免費分析給你聽都沒有關係 這邊會是這個階段很不錯的一個介入點位 你們自己注意一下 那2382的廣達呢 我講了甜甜價也快到了 沒有錯吧 當時我們買在這個地方 拉起來之後呢 我們出掉了 出掉之後後面再漲起來 我沒有沒有買在追高點 這邊我也不追 我就等他拉回來 拉回到這裡差不多了 這三檔股票是比較適合 想要買穩定股票投資朋友 你想要長期持有的投資朋友 那你就掌握他整個波段的一個相對低點 因為你現在買去廣達之後 他不可能馬上V上來 這機率比較低啦 但是你說你現階段在這個甜甜價附近 買進去之後你放個三個月 放個半年 你再來看看 對不對 就像前面這個地方一樣嘛 我們這邊買進去之後 你看 經過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對不對 那是不是大賺 沒有錯吧 我跟各位講 因為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你做短了 你會覺得這個好久 老師你看 這三個月 三個月才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但是對於有些人來講 資金比較大的 他就喜歡穩健的 三個月這樣子的報酬 他覺得非常好 所以每個人的個性 每個人想要的東西不太一樣 那我講了 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你要先讓我知道你的屬性 好不好 我們我們才知道把你放在哪個 群組裡面會比較適合一點 有做短的 有做大波段的 那有做一些重要型個股的 那有一些是比較穩健的 你都要讓我知道 好不好 跟我做股票我講了 我要做的是 這一次我再復出 你覺得很奇怪 我那麼年輕什麼叫再復出 我中間我休息過 因為我覺得 那個時候就是達到一個階段之後 也覺得 人生不知道在追求什麼 所以我稍微休息了一下 休息一下還年輕嘛 沒事幹嘛 所以我後來想說再復出 就是要照顧到更多的人 所以這次再出來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的做法是不太一樣的 對不對 對於有一些好的股票 我講了 漲跟跌 你看我節目都知道 你說這段期間股市跌 我一樣跟各位講 對不對 因為我帶家族成員買 那我就是要讓各位安心 很多個股在下跌過程裡面 如果是大盤干擾的 我講了我們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盤一穩 這種股票一定會衝出去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操作3035的資源 很多人覺得老師好可惜 你買這裡 然後這邊不先賣一趟 對不對 那我想另外一種角度來思考 我們買這裡的 跌到這裡 也沒有套很深 是不是 那不賣的原因在哪裡 我覺得 他應該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一波你說大盤跌得很長 他股價拉很深 看起來好像跌很多 但實際你跟著我操作你也知道 這股票如果要回來的話 可能就是一兩天而已 那你覺得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接下來有機會 今天要開法說對不對 今天資源要開法說 法說內容會講什麼 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我看股價就知道了 已經有人先在做反應了 是不是 這一次被帶下來是因為什麼 因為 創意 創意說消費型的不行 消費型的IP 未來營收不是很好 對不對 那我就問 跟創 跟資源跟 這個 神盾有什麼關係 哎 神盾這一次還把消費型的 這公司他要併的暫停把它併掉 但股價今天還是跌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 這一波跌的時候他前面沒有跌到 你有沒有注意到前面根本沒跌 很多股票是跌了 亂七八糟 你看 像三四四三的創意 是這樣跌下來 但這波的神盾沒有跌到 神盾沒有跌到 情況他這兩天在做補跌 這兩天在做補跌 那補跌跌到這個地方支撐 你看其實他也是跌到哪裡 跌在這個支撐 所以這裡是有人在有人在撐的 但因為這兩天的跌 會引來一些 做空的去做放空 那行情一穩定 我想這些都要補回來 因為神盾跟資源我講了 這裡 他們是已經跨入到先進製程的IP 所以跟消費型的IP 比重比較高的創意 我講的他是不一樣的 懂我意思嗎 我想股價 他遲早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對不對 所以這連跌下來 我看法我都沒改變 那如果是其他老師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股票跌就不敢講了 對不對 我講了我看好的 你就相信我 就像前面這一波的 勇德一樣 你看勇德 勇德跌下來 我們買完後跌下來 我看法我都沒改變 拉上來我是帶你出 出完後這些跌下來 出了我也講了 但是你這過程裡面 你自己賣掉你當然賠錢 但是你拉起來 你跟我賣出在相對高欄區的 各位我們是賺錢的 沒有錯吧 對吧 五四四三的均豪 這裡沒有做的我也不會亂講 我講我們賺這一段 有沒有 但是你可以發現今天均豪還在漲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先進製成的需求 還是很強 所以這一波你自己看 一些設備概念股 像紅碩 有沒有 當時我跟各位講 1000塊我跟各位講 這是有機會到1500到1700的 個股 好 只是很可惜 這個破900那時候 資金卡 資金在別的個股身上 我沒有沒有下去做執行 是有點可惜 但是呢 這一波設備還是很強 均華也是很強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也有機會 只是我現在 現在呢 我會先把我的整個持股狀況呢 先稍微 這邊要稍微整頓一下 因為這一波大力的衝擊下來之後呢 難免這個會有一些損傷 但是我講我會用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各位的績效拉到獲利的軌道 你相信我就對了 好不好 這個行情我看太多了 你們要看我這個年紀 看起來年輕年輕的 各位我也四字頭了 好不好 我也四字頭了 只是平常 有在做一些保養 那股市裡面其實 大概20歲我就開始在做交易 所以我這個市場經驗 再加上我後面直接當投股老師 我帶了很多的 這個 投資人在操作 所以我更了解這個股票市場的一些習性 所以這一波上來呢 我跟各位講 我會利用 我會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整個持股的狀況 調整到獲利的軌道 給我一點時間 你要相信我 好不好 那其他投資朋友 下半年要注意什麼 希望大家利用這一次的演講會 好不好 這一次演講會 我今天下午會錄 我今天下午就會把這個演講會錄好了 然後在這個禮拜六 我就會做播出 禮拜六的下午的兩點 我希望各位你要拿到那個連結 好不好 那個連結你要拿到 這個連結目前登記 公司講的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你就先拿到序號就對了 或者是留下你的電話 因為到時候我們在播出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通知到你 那這個裡面的內容 我希望各位好好的看過一遍 裡面包括了總體經濟 包括我對整個產業的看法 以及個股 哪些獲利EPS的預估 這個都會在裡面講得很清楚 你能夠掌握到的話 我想下半年要再掌握到 幾檔倍數的股票 我覺得不是問題 所以好好把握住 好不好 這一次的演講會 希望大家 還沒有做登記的 趕快做登記 下午我就會錄了 那錄完之後 禮拜六會播 那這個連結你要拿得到 還沒動作趕快動作 你可以掃描 或是打電話進來做預約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今天我們還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 針對雙紅我們執行再買一次的動作 因為很簡單 你今天看到的齊鴻 齊鴻漲漲了8%多 那齊鴻現在股價638塊 雙鴻股價呢 670塊附近 理論上來講 雙鴻會比齊鴻賺的更多 但是這個 價差越接近的情況之下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雙鴻其實是被低估的 所以 雙鴻跌到這裡 在季線附近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七鴻上的去的話 雙鴻後市 也不會太差 明年 水冷相關的產品占比 會從今年的個位數直接跳升20% 代表他成長空間是有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股票我覺得 這裡不用過度悲觀 好不好 跟著我做就對了 那上個禮拜已經預告了 下週多方準備反攻 那今天已經確立了 今天這個測標 我剛剛才看到 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我是跌200多點的時候 大概這個附近 我給製作單位的 我就預估明天會反撲了 九尾盤已經先攻了 那後面還會再攻 好不好 既然指數已經確定方向了 那這一輛大反撲呢 錢準備好 跟著我進場 我們來搶就對了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在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顯現評估 並視乎投資風險